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发完心之后 大家应该认认真正地地听 所听的内容 我们也是继续讲《入行论》 它也就是说 旁守执著的功德 这里面都讲了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如果没有知足少欲的心 对任何一个事物贪执 那么贪执的话 世间上所有的财产 一个人拥有 也是不可能满足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自信 很多人应该会明白 那么今天想翻过来 也就是说 这里面做旁守方式吧 本来这一篇 主要现在在讲身体的过患 我们贪执自己身体的过患 主要讲这个 所以这主的功德 以旁守的方式来宣讲 那么旁守方式宣讲的内容 就是说 如果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如果有人已经到达了无有所求 不管是地位也好 财产也好 或者是一些名声等等 一个人最终自己 也并不是说有些人杀杀的 已经痴呆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这种 如果他去求 应该是有这种能力的 但是他已经有满足感了 即使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或者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已经喜满意足了 就不再稀求了 对这件事情的整个成办过程当中 他自己还是有一种 也有充满信心 也有一个非常圆满的 一种所求 这种所求并不是强迫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上 有些都是拼命地求地位 就是科长求出长 出长求举长 举长求施长 施长一直上去 一直贪得无厌 不是这样的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觉得已经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人的福报 这个人的快乐 这个人的幸福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非常快乐 什么时候达到了 无所求的境界 这就是真的一个人的享受 我们世间人也许许多多的 有一些领导也好 世间的一些富翁 他有一种满足感 到一定的时候已经可以了 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学校的校长 本来这个学校监督得不是很 也没有想到怎么说 还应该有需要发展的 但是他有一种满足感 已经可以了 现在已经发展到最顶点了 我想是 好多多 但是他有一种满足感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如果在世间当中有一种满足感 这也是一个智者的行为 修行人 大家也应该清楚 尤其是看破了世间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琐事之后 应该到一定的时候 随而去吧 要满足吧 有这样的境界 这种境界应该作为人 到了无所求 对高尚品质的一种形象 以前汉地 也比较出名的一个对念 持到知足 心常乐 人道无求 品质高 任何一件事情 做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心里面有执着感 那种人在时时刻刻当中 非常快乐 处于一种幸福 欢乐的状态当中 人到了这样无求的状态 其实实际上他的品质 自然而然会提升的 所以世间很多人没有满足感 一直永无之境地往前跑 结果会倒下去的 所以按照佛教的内容 尤其是小乘里面的一些教言来讲 人的满足 或者说是少欲 不贪着 这一点是一种圣者的境界 可能你们记得 我们原来学过的《俱舍论诗》里面 也说了 圣者有四种中心 第一个是以斐勃的法义来满足 然后第二个就是以处理再犯而满足 第三个是见路的窗塔而满足 然后欢喜闻思修行 那么这四者可以说是 圣者的四种中心的象征 也就是无贪的 无求的一种境界 我们现在在凡夫的时候 如果说他的主厨 衣服 食物 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过高的要求 不像现在人一样 现在人样样都要求很高 我吃的是最好的 穿的是最高档的 然后主的主厨 一定要豪华的 那这样的希求 作为一些圣者来讲 应该说是没有的 许许多多的圣者 在山洞里面 在茅棚里面 在一些坚落的草坯房 在这些当中 已经达到了至高无常的境界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历史 通过自己的见念修正 也可以看得出来 而我们世间的这些凡夫人 从无始以来都是 对自我维护 自我所求特别强烈 尤其是现在城市里面 许许多多的人 我要做的房屋 一定要高楼大厦 城的轿车 一定要高档等等 有很多方面的希求 始终都是不断地发生 这样以后 我们心的相续当中 应该说是 这种快乐越来越会减少的 所以说大家应该清楚 修行人就经常讲 执著少欲 人人口口声声都会说 口头上说 我们要执著少欲 但是到底什么叫做执著 什么叫做少欲呢 可能有些人 也不是很清楚 记得《涅槃经》里面说是 少欲者不求不取 执著者得少不悔恨 这个教言 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住 什么叫少欲者呢 也就是说 你自己对任何所求的法 没有特别的要求 到一定的时候随缘而转 什么叫做执著者呢 你即使得不到你的所求 在那个时候也心里面 并不是很后悔的 如果你很后悔 很痛苦 那这样 就像世间人一样 到不到自己的目标 最后苦不堪言 就是世间人 很多人有各种痛苦 没有计较的痛苦 其实这也是一种执著少欲 《佛所大乘无量寿经》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说是 不积众苦 少欲执著 也就是说 各种痛苦来不折磨 不逼迫 也就是说 这就是所谓的 自主少欲 有些修行人真的是 只要心里面有一种满足感 即使你住在小小的草皮房 心里面欢喜无比的 如果你这样满足感没有 你住在五星级的宾馆里面 吃得是再好的各种美味 实际上心里面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大家应该首先知道 如果有一个人有满足感 那么这是在生活当中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的快乐 如果这一点没有 即使你有万吨黄金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家产 和世间有漏财富 心里面这种快乐的火 始终发现不了 所以大家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应该时时刻刻地观察 那么在这里面说 如果我们贪图 增长贪心 对自己的身体过于去贪执 那快乐也不会有的 我们的修行也不会成功的 因此对自己的自身应该严格要求 千万不要让他有贪图 或者说是让他增长贪心的机会 应该无极可乘 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方面的机会 这一点大家也清楚 我们在小乘《毗奈耶经》和有关论典当中 很多修行人要求 不能打扮 花满 香水 这些都不能使用 然后我们也不能过于的账报 过物布施 很多的这些方便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 不要贪得无缘 是这样的一种手段 因此大家 如果过于贪图财物也好 贪图自己一些我所求的法 那么最后造成 各种不同的痛苦 或者是业报 所以以前佛陀 在一些佛经当中 也有公案的 贪执义佛 贪执义佛的人 后来转生到饿鬼的 这种公案也有 还有一个人贪执自己的法语 最后都变成魔鬼 有一个比丘 他贪执自己的薄语 后来转生毒蛇 这一点在汉地唐朝的时候 也有一个学化研众的和尚 他特别地贪执自己的薄语 表面上看来 他延迟精进 广为薄学 什么功德都是养养齐全的 但是他的贪心很重 对财物的贪心很重 后来他得病的时候 有一次他的使者 一个沙弥 不小心将他的薄语打吹了 打吹了之后 他就过于伤心了 然后病就开始复发 最后实现缘迹 实现缘迹之后又变成毒蛇 然后一直连连不忘 还有与小撒民进行报仇 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对财物 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对任何我所对境的财物 现在应该有一种 比较淡薄的执着 否则你临死的时候 那种心特别强烈 所以我们往往都讲 人在死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他的耳边 讲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财物 这些都是不要再讲 应该在这个要接近离开 我们的人面前 看一些阿弥陀佛的像 跟他听一些佛号 尽量他的分别念 转向他一些善法方面去 而千万不要 比如说以前他特别喜欢轿车的话 那个时候在他的耳边听论一些 啊 车是最高等等 他是八缸 六缸 四缸 如何如何 现在有些人所讲 那这样对他有非常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旁边的人 也应该对有些人的死者也好 活者也好 应该始终都是为父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最后呢 也说任何一个人 到了不知悦意的事物 就像《佛子心》里面所讲的那样 当我们见到一些 特别伤心悦目的一些对境的时候 把他看着无有失智的 像夏天的彩虹一样来对待也好 或者看见任何一个外在的人也好 或者其他的事物 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什么所求 也没有什么去愿意 去执著的 我们有些人贪心比较大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商店里面 有个很好的产品的时候 啊 这个产品很好 我拥有的话多好 看别人开了一个很好的车的时候 啊 别人开的车那么好 我有这样的 多好啊 看别人住得很好的房子的时候 自己也心里面 胜贪心 胜贪心 但是这是一种 我们贪恋没有对质的后果 也可以说是这样的果是受到的 而如果我们真正始终都是要知道 一切外物的这种本体 它的无常性 痛苦性 以及是犹如财产的一些过失 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些道理的时候 任何一个事物 最初的时候 我们即使没有得到 也不会去痛苦的 然后得到之后 对它也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执著 一旦这个事物 种种原因已经破坏了 或者已经失去了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也不会伤心的 可是世间的很多人 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 对一件事情的事物 就是对一个事物 过于贪执的原因 它不能砍得破 其实你一旦真正到达了 没有什么可贪执的事物 这个时候你已经获得了最高的 应该说是最妙的一种财产 比如说你身上没有分文 但是你在所求当中 没有什么可所求的 已经到达这样的时候 你真正是成了富翁的 所以佛陀在《一教经》里面也说了 行少欲者 行则坦然 无所有为 出事有意 我们如果真正是 没有欲望的人 不管是到哪个地方 到城市里面也好 在寂静地方也好 然后他的心 非常的坦然 快乐 沙脱 应该说没有什么 不像现在世间人一样 整天都是出迷古连了 也没有畏惧 也没有痛苦 也没有担忧 一切都是 就像我们空中的云一样 或者是日月在虚空当中 自由自在的云行一样 再到哪里 那一个世界去的话 他的这种生活 应该说有一份价值 他始终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 他的量上应该是 时时刻刻地挂着非常灿烂的笑容 但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人可能看不破 因为看不破的原因 很多的财物 可以说是私入明根 看得特别的净 这样之后越来越 带来了不少的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作为一个 行持大乘菩萨道的人来讲 首先是唯一的知足少欲 上师如意宝的《忠言行持明点》当中 也有这样的教解 而且许许多多的 圣者们的教言里面 刚开始你要修道的时候 首先应该看得破 对财物 对人不敢说是 完全断掉所有的贪执 但是应该是少欲 不要欲望太大了 欲望太大的话 那修持普贤 广大妙性很困难的 所以《法华记》里面也是说 十人少欲知足 能修普贤之心 如果一个人真的少欲知足 他对六度万行 普贤菩萨的 广大如海这些微妙的行为 轻而易举的 没有困难的 当然你第一个 知足少欲的基础没有的话 表面上给别人讲经说法 或者自己每天都是 做各种各样的善事 但是最根本心里的 像毒素般的根没有罢除 没有罢除的话 那你的痛苦可能也是 戒量不断地会产生的 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修行人 真的是在自己能看得破 看得淡 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快乐 以前莲慈大师也是这样说过 人生皆知足 烦恼一失处 人生当中如果有了这样的 知足少欲的功德 那这样 你的生活里面的各种谈心 诚心 欲望 担忧 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 这些烦恼通通的去除 有些人说 我们现在在家 生活压力太大了 好重哦 压力实在是撑不起来 但是这种压力 看看用一种知足的妙药 如果知足的妙药 你真正在内心当中产生的话 让你路边的乞丐 其实有时候看路边的乞丐 有特别的快乐 他每天就到街上去 掏一点饭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没有什么索求的 他吃了晚饭以后 睡得特别的香 可是我们有些富翁 大老板 他吃完饭以后 一直想着 我明天怎么样给别人说话 我怎么样欺骗别人 我怎么样做这个产品 这个要赚多少钱 一晚上都开始一直盘算 一直算算算 到明天的时候都已经没有精神了 可是那个老乞丐很有精神 因为他晚上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 身体都特别棒 所以开玩笑 我们真的有时候看了 人心里的这种作用 确确实是不可思议 大家应该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出家人的话 的确也千万不要特别地去贪执 如果看到一个修行人 他贪得名 贪得财 这样说明这个不是很好的修行人 不管是你这个表面上 你是仁波切也好 上师也好 什么样的 但是你对这个财物 特别特别地去执著 那这样显现上 你肯定不是圣者 圣者的话 真的是外面的这些财物 像不紧分一样对待的 以前有个老坎坡讲经的时候 经常这样说 作为圣者 像这些有露的财物 像不紧分一样对待的 根本不会去贪执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一听到财物的时候 就开始表情都不相同了 那这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我们在山上的这些修行人 应该大家还是要 尽量地执著少欲 执著少欲 并不是说你有了一点财产 天天都是苦心 舍不得吃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自己没有的话 整天都是欲望 然后我要求什么财产 我一定要修黄财生的法 一定要发大财 发大财以后 我要做功德 其实我看到很多修黄财生 后来发大财的人 都是根本不做功德 又还要造业 还要造业 再不断地 修黄财生后来都成为造业的因 这样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有些人修房子 每天都是要求越来越高 其实这不是很好的 你如果有能力 当然你自己稍微舒服一点 这是可以的 作为我们愉戒众生的人 来讲是应该可以的 但是你今年修一间房子 明年修两间房子 后年修两层楼 然后再修三层楼 那这样修习的境界 如果按你的房子那样 越来越提高 那是非常光荣 也是非常荣幸的 但我们有时候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 自相续当中的修行 越来越强 这是我有甚深地体会 以前自己刚来学院的时候 当时条件也很差 而且条件很差 而且很多财物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能吃得饱的话 除此以外所有的时间 全部都是用在闻思修行上面 但如今我个人来讲 也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财富真的是 对解脱有很大的障碍 因此到一定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知足少欲 所谓的知足少欲 不堵两遍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堵入一遍 连吃的也没有 喝的也没有 那每天都是要担心 我当然说怎么样啊 今天跑到别人那里去吃 有点不好意思 明天原来有一个和尚 说是 不要紧 我现在学院里面 朋友比较多 我就每天到一个家里去做课 这样三十天 有三十个人就可以了 这样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佛记里面讲是 不读两遍 其实修行的顺缘 因此大家在家人也是顺缘转 现在很多世间人 为了财富特别忙 修行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一点 大家应该注意 只要是世间当中 我们有了知足少欲的财富 这是世间当中 所有的财富里面最深的 龙猛菩萨在《亲友书》里面也说了 佛说一切财产中 知足乃为最殊胜 所有的财产当中 真的知足是非常殊胜的 作为知足 没有财富也是真正的富翁 但如果没有知足感 那你有多少个财富啊 现在美国的有些大商人 有好几个 几十亿美景的时候 心里面还不满足 还要想投资 还要想搞一些各种各样的生产 所以说 我想我们人到一定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感觉到 自己的人生无常 否则人生几十年 就无理于理 迷迷糊糊的 最后到死的那一天 可能你的茶票 在银行里面比较多一点 有一个明星这样说的 他说是 我的钱多也好 少也好 这是在银行里面的数目增多增加 除此之外 我也做不了什么事 那这样多可惜啊 你今天一百万存伤 明天一百万减少 这是在银行里的数字 那这样对世间也不做任何的善事 自己也是无法享用 那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现在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应该了解 一切财物的使者 然后自己的修行 在一切行为当中 应该说是最重要的 他们说 我刚开始讲的一两个颂词 讲得特别广 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 就很劣 所以我刚开始有点心 到后面就累了 下面这个贪执不合理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因为身体特别低利 所以我们贪执这样的身体 很不值得的 如果它是真正的像如意宝 或者像佛像 或者是一些特别好的东西 我们贪执自己的身体 也是可以的 但是确实我们每一个人 想想细细观察自己的身体 没有什么可贪执的 可不不谨慎 不动怠太浅 火化终成灰 何故只为我 这个身体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虽然不能执着它 但是贪执身体 每一个人来讲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看看 世间上有这么多的人 不保养身体的 不养护身体的人 哪里有啊 每个人都是应该 穿了那么多的衣服 也想尽一切办法 大家想养好身体 这一点应该需要的 当然我们下面给他回答的 你表面上也就是说 暂时你把它整体 当作一些修法的用具 工具来对待 这是合理的 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但是真正你觉得 我的身体 就像现在世间人 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 他们拼命地去打扮 拼命地执着身体 这种看法和观点 完全是错的 不合理的 那么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前面也已经 叶而载 载而善地分析过 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物质组成的 大家应该是明白的 但是我们再次稍作分析 其实我们身体特别可怕 就是简而生为 真的是特别可怕的 有些人就说 人死了以后的身体是很可怕的 活着的身体 都是怎么会可怕的 其实我们现在 活着的身体和死着的身体 从物质的成分方面来讲 应该说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也是皮肤 肉 骨头 内脏 只有这些 而死完了之后 也依然是这些 所以米拉日巴尊者也说了 简而生为之身体 本为现在之身体 我们简而生为的这些石头林 或者一些火葬场的尸体 看了以后 大家都是特别害怕 其实我们 如果你稍加观察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所以应该说 它是特别可怕 有些人可能这么讲 身体并不是很可怕的 我的身体都是很可爱的 但是你身体可爱的哪一个部分啊 不管是你的脸上也好 你整个人和身体的部分 你如果觉得不是可怕的话 你把它切一块来 然后你放在碗里面 你看吃一下 或者是你让别人吃 敢不敢吃 你觉得我的脸颊很好看 红红的 那这样的话 你再从这个地方切一块 然后再放在一个碗里面 你最好的朋友 对你很有信心的人 让他吃一口看怎么样 他害不害怕 所以我们真正身体的上上下下 所有的部位没有一个干净的 也没有一个不可怕的地方 所以应该大家知道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 拼命地去打扮 维护 做各种整容手术 主要是他的成分不了解 这个到底身体是什么样的组成的 最后变成什么样的 这样的道理 他们都没有了解 没有了解的话 大家在上面会迷惑的 所以第一个说 他是不清净的 生而产生空母的 然后第二个 身体本来都是像一切石块 木头 或者一切牛纷一样 它是无情无 动都不能动的 只有依靠心的前动力 身体走路 说话 或者是一些水脚等等 这些行动可以行持的 所以身体本来跟石头里面的尸体 没有任何差别的 只是依靠行事 依靠一些风和因缘 只不过暂时做起始而已 显现起始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说 身体也没有什么可谈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 身体的最后 就是火花场里面 火花的时候变成一堆灰 除了一堆灰以外 就没有的 所以依靠这几种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摊着身体 人人都觉得 对身体特别地去执著 其实没有用的 因此以前虚运郎何尚的 一些念 Sukろ里面 他说是托石石石水 那个禅花图 经常用的是托石石石水 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托着尸体 每个人都托着 一个大尸体 小尸体 就是在这个托来托去 但这个到底是谁 就是我 我在哪里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思维 在这个上面思维 前一段时间 我在汉地的时候 有一些居士把原来的一些 一个歌 他们都把农村 无常方面的列容说 我们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然后送到火葬场 全部烧成会 你也对 我也对 谁也不认识谁 最后送到生残堆 你作花费 这个内容还是很不错的 他们都这样讲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 真的是再过二十年 或者是再过几十年以后 可能全部变成你也对 我也对 然后最后把这些 也用到生残堆作花费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看身体的本质 特别地去执著 也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他的性质 他的真相 我们已经发现了之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贪执 现在世间人根本不知道 觉得这个身体 永远都是配着自己 一旦自己的身体上面 稍微发生了有点不快乐 或者是痛苦 在那个时候根本忍受不了 然后身体稍微 比较死到调和的时候 又特别觉得快乐 但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身体最后变成什么样的 龙龙菩萨也说了 身即入悔 甘即醉 终究不尽无尸之 意思就是说 身体最后的边界 就像是如灰尘一样 然后有些干涸的 有些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些微尘 最后就消失了 所以身体这样的不禁物 没有任何实质 大家这样特别的贪执 真的是没有用 依靠这样的身家 对我们来讲 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是很好的 有时候看来 对自己的身体 有一种价值 依靠他来学习佛法 刚才我们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背景的老巨师打电话 他说 他五十四岁 然后他每天都是不断地听课 《入菩萨行论》的前面部分 全部听完了一遍 然后他现在又重新开始听 每天连一万遍 金刚萨埃星咒 然后他说 最后我依靠这样的身体 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不懂 现在真正是懂得一些佛法的道理 我以后每一天应该做的 有意义的事情 对众生发心 有一点意义的事情 我的有生之年 应该奉献给佛法 虽然是一个老年人 这样一位普通的居士 但是我作为一个多年出家人的心理来讲 是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特别地去保养 现在就像世间人一样 每天都是花几千块钱 几百块钱 然后整天都是保养 也不一定有用的 有一个女居士 给我原来说过 她天天都是睡九到十个小时 目的就是脸上的皱纹减少 但可能反而越来越多了 那这样的意义 可能真的是没有的 那不如有生之年当中 尽量地把身体 用在一些佛法方面 修行上面 一旦无常到来的时候 你也不要特别去痛苦 你这个医院里面说 你现在已经下病危了 已经得癌症了 那这个时候你也特别痛苦 也没用的 就像我们当着一个客人 在这个女店当中 然后把身体像脱衣服一样 再重新换一个 有这样的对待 那最后我们对僧老师病 应该会有清晰的认识 否则现在的世间人 很多都对僧老师病 从来都是没有去分析 一旦遇到的时候 就介入不了 这就是暂时的现象 最究竟的 真正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还有将来我们成佛的 这些重大问题上面 许许多多的人 根本没有去考虑 这就是现在世间人 大多数人思想的比例 所以我想我们学习大乘佛法 真的是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好处 华智仁波切专门写了一个 读大乘经典之功德 我最近在读 确实我们读了大乘经典之后 能取舍很多因果的道理 不明白的许许多多的道理 会明白的 然后本来是很危险的 一些造恶业的东西 我们不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闻思 非常有必要 大家要认认真真地去对待 下面我们也是 讲这个课判当中的 无论生于死 修身何所为 其一夜分当我 增不出我门 我这个身体 不管是活着的身体 从小时候到年轻 中年一直在老年之间的 所有不同过程的身体也好 或者说 最后得严重的疾病 死亡 离开世间的这个尸体 死亡的尸体也好 这个尸体实际上对我 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真正是没有用到佛法上面 它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的 就像世间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粪便 或者煤炭 或者一些石头 木块等等 像这些食物 没有什么差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种无情物 它这个无情物 对我生生世世的形式 并不是跟在一起走的 我的心思 我前一世就变成牦牛 我这一世变成人 后一世也有 随着我善恶业的前动 我又转移到其他三聚当中的 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一想大乡来临的这一时刻当中 我们即生当中的所有的生活方式 你的整个生存 完全都是有天方地府的改变 比如说我现在每天都是人 在一个小屋子里面生活 但是我死了之后很有可能 也许在天界里面 享受天人的美妙生活 很有可能也许在一个树下面 变成一个小虫 天天都是吃一些小兔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业力都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现在 对分辨般的这样的身体 应该说是不能自作 如果特意地去自作 真的没有实在的意义 以前我们学院里面的 嘎多坎波 我们常住的老修行人 大家都知道 现在早就已经圆寂了 但是他确实是对身体分辨般的 并不是很重视的 每天只要有一点吃 有一点穿 那你穿的方面也不讲 吃的也随随便便 可以说我们将近十多年的享受 他老人家的一些修行 真的是很随喜的 我们平时也跟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吧 他老人家 我也是刚开始来到学院的时候 给我们讲过《入菩萨行论》 他的许多行为 真的是 可能现在的一些世间人 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山里面的很多老修行人 对自己的身体 只不过把它看作是一件衣服 或者说是跟一件衣服 没有什么差别的 有些人可能想 一件衣服有差别 一件衣服它不会有疼痛 我这个身体稍微拉一下 都是有疼痛感 那也不一定 如果没有执著 身体也没有疼痛感 如果有执著 你一件衣服也是 别人把它烧了 你心疼得要命 你自己好像被烧了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我只没有去 身体跟一件衣服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肉身 应该是用到一些有意义的 行持菩提方面 以前广青老和尚 也是这样说过 他说 我们应该舍弃身体 为常住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若他爱惜身体 即无法修复 反而出疲劳 偏走 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非常好的一种教言 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 为常住也好 为所有的众生 应该尽心尽力地去修行 我们听说这里有些发心人员 一直感到 有时候熬夜 四点钟还在为常住发心 早晨四点钟 还没有睡觉发心 应该说 听说自己身体夸了 或者很那种 那是一方面 从佛教功德的角度来讲 真的是为众生而牺牲 这也是应该值得的 如果有些人发心的时间过长 然后圆寂的话 我们也到时候 多念一点观音行走 那这样的可能是没有的 真的我们 在外面的一些 尤其是我们菩提学会当中 有个别的一些居士 真的是为大家的学习 大家的共同修行 发特别大的心 将自己所有的力量用上 哪怕是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暂时的一些信心 出离心 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 在这方面努力 总而言之 他这里也讲了 我们对身体这样的出品 像破烂的机器一般的 这种身体不要过于地去贪执它 也不要有窝瞒 这里的窝瞒并不是骄傲自慢的窝瞒 认为 就是说 我的身体好棒 我的身体很好看 甚至上面讲《入行论》的时候 下面还拿着镜子 然后开始化妆 那这样的话 这是心里面有特别可怕的窝瞒 以前《正言法》是在《经思语》 一本书《经思语》 那里面说是 众生有烦恼是因为我之的关系 真的 我们现在相续当中的很多烦恼 执着这些 尤其是自己女孩子喜欢打扮 男孩子喜欢夸张 我的身体好棒啊 要不要我们比一下 所以有些人 这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夸张 因为傲慢的意思 本来是没有的 然后自己就认为存在 这就是傲慢嘛 所以我们说 我们对身体也有傲慢的 本来身体没有什么克制的 贪执的 但是我们天天都是特别的贪执 这样的自己身体 这就是一种窝瞒 这种窝瞒 我们为什么不去除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去除 那就在生活当中不会有快乐的 解脱更是谣言 所以作为大书修行人 应该最顺千百高僧大德的足迹 他们这些高僧大德们 在圣山里面怎么样修行的 有些历史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自己也是应该跟着他们的路 自己尽量地去前进 这样之后一定会获得一定的境界 所以我们很多个别人 修行不成功 其实也有原因 一直是心理的原因 心理就是对这个法产生怀疑 对那个上师起邪见 很多邪见和怀疑来阻挡着 还有一种 自己的心理不够 如果心理够 像米拉日巴尊者 无垢光尊者 他们在山上里面 也是对身体 就像外面的一些草堆一样对待 我们也是尽心尽力地去做 不说是一生当中成佛 但是一生当中应该会获得 不多恶趣的这种把握 所以大家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确实觉得修行非常重要 那么下一个颂词呢 我们前面也叙述了 身体的各种过失 那么世间人奉承 或者听从自己的身体 那么这个原因其实在生活当中 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 每天都是 我们很多人真的花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钱财 然后为了保养身体 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 这是不合理 最终记得是什么 记得应该说是罪业 罪过的因和过 都记得非常多的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修养的人 应该观察 自己的不经身体 到底对自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自己的身体 就像树木一般 一棵树放在这里 我们会不会对他贪心 我们会不会对他 起嗔恨心呢 也不会的 有人对他毁谤的话 我们会不会对这个人生嗔恨心呢 也不会的 有人对这个树起贪心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赞叹他 也不会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 对自己的身体特别的贪执 然后觉得自己无病 自己身体各方面的因缘条件具足的时候 欢喜心也就来了 然后各方面的因缘 或者是出现一些违缘的话 痛苦的心也会出现 所以一般的一个人 不撑也不贪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心态 我们平时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当中 安住的话 这是很好的 佛经当中也说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太过于贪执人或者食物 我们也不要过于厌恶 或者讨厌任何一个食物 其实心对任何一个食物 有一个平等的状态 这是很好 比如说我对朋友也好 我对世间的人 或者对自己的身体 你过于的贪执 天天都是晚上也好 白天也好 只有一个大大的镜子放在那里 除此之外 谁也谁不照 有些喜欢漂亮的人 天天都照镜子 那也没有任何事业的 有些人特别讨厌自己的身体 连吃饭什么事都不作 连穿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 然后脸上开始有各种微禅寄满了 从来都是不惜念 这样过于的惩罚 生嗔恨心 这样也没有必要的 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暂时的 利用它的一个工具 这样来对待 否则 众多的痛苦也会造来 《妙号两行经》里面也说是 因为福报浅薄的人 可能是贪执自己身体的痛苦 来所逼迫的 有些时候 贪执一些外面的人 或者其他事物的痛苦 来逼迫的 福报大的人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的福报真的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福报不错 你遇到大乘佛法的时候 就一下子容易接受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居士和出家人 真的有差别的 自己的福报 有些人虽然遇到了大乘佛法 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但是自己因为福报浅薄 经常在中间也是搞一些是非 心里面也是特别的痛苦 甚至出一个传承圆满的世间 都没有的 这就是自己的福报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并不是说这一辈子 完了一了百了 不是这样的 应该大家都承认 我们的生生世世后面还是存在的 这样以后在即生当中 也是尽量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 到一定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把身体 看着像一棵树一样的 就像以前释迦牟尼佛 旁边有多少个天人赞叹 就是供养碳香水的话 也没有过于地对他们贪执 然后也有一些 提波达多维族的许许多多的坏人 也是损害他 损害 用富途来损害的话 也没有过于地对他们 没有过于地嗔恨 这就是所谓的真正无恶的境界 如果无恶的境界到达 那么自我身体的 理念和执着是没有的 佛陀当时 人如现任的时候 已经通达了 证悟了无恶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之后 一切境界平荡无畏 在这个时候 有隔离王进行隔断 他的身体的时候 没有痛苦的感受 所以我们应该想到 知道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空性的 从明言的角度来讲 像以前月神菩萨说的那样 如是苦心 生其能成乐心 就像我们铁水 铁的液体 你暂时放着 一会儿就变成骨体了 它永远也不可能 永远的液体一样 然后我们的身体 在明言当中 应该说 它是痛苦的本性 在《中观四百论》当中 大家也应该清楚 常 经 我 乐 凡夫人所执着的 特别可怕的四种颠倒 可是我们许计多多的人 没有学过大乘佛教的话 就觉得身体是真正存在的 然后别人所贪着的对境 是干净的 常有的 这些就是我们的颠倒 一旦我们通过闻思修行以后 我们迷乱的延长就除开 让真正能见到了 一切事物的明言的真相和生意的真相 一旦生意的真相见到的时候 那不如波罗咪多里面所讲的那样 远离一切戏论的这种境界 这个我们暂且不谈 在这里面也没有特别的显说 但是在明言当中 我到底是怎么样 我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懂啊 不管你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啊 凡是学习佛法 大乘佛教当中 对我的抛析和对我所的抛析 应该说是非常的精确 这些教言 如果我们没有记在这个信件 那这个闻思修行 没有多大的意义 那这些道理 并不是在文字上过关 或者是我的口里面 巴巴巴就过了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把内容 想想细细地去思维 然后思维之后 你所想的 跟经典论典里面 所讲的是不是很温和 如果是不谋二合 说明你对心 与诸佛菩萨的智慧是相应的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怀疑 或者是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在三智师和一些道友面前 进行辩论 进行探讨 这样之后 会揭开我们的谜团 一团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一定要一方面祈祷 十方三十祝福 经常想自己相续当中的 正知正见和菩提心 越来越增上 这样也祈祷很重要的 同时自己也要精进 不精进的话 这些境界也很难以提上来 好 今天世间关系学到这里 很多人都没有解决 要保持到这里 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你们在座的道友们 都没有解决 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在座的道友们 我可以去做一个道友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